但现在中国好像政府有意叫一些赚了钱的大资本家 捐回一些钱给社会作为共同呼吁 那这个其实就多多少少有政府的施压在这里 可能政府参与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市场经济里面 是不是政府各样拆手好呢 欢迎大家收看施对话 继续是施老板和我威威的施老板欢迎你 是 大家好 其实我上一次是我们做一个付费的研讨会有探讨过 就是现在中央使用了很多措施 就是监管风暴引起整个市场的一个大幅调整 不过其实我也是想再看看你的意见 因为其实我在内地其实都有很多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有很多的问号甚至不满的都有的 那我看到有文章或者一些网络说 是不是我们会回复到中央中国 会回复到社会主义 就是我们一向都在走比较资本主义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变化 比较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你说的 应该官方的说法 中国是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现在在中美国力的情况下 那中国似乎刻意要令到这种国力变成两种模式的国力 就是不止只是经济上的国力 那所以我发觉强调社会主义的成分是高了的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改革开放之后 有一些人就觉得中国是不是走近了资本主义呢 其实这件事连西方国家美国都曾经有这样的幻想的 中国会不会越来越近他们 那他们最近已经作了一个结论就是 中国就不是向他们那个方向走的 他们的方向其实是个人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中国其实有没有资本主义成分呢 我老实说我认为是有的 我之前也说过中国其实在体制上 现在企业无论是民企 国企业或国企都是在走一种叫股份制 什么叫股份呢 你就是拥有资金 出了资金做生意的人呢 就有一定的股份 那这些股份呢 其实是很大权的 在现在的体制下呢 在一间公司里面 你拥有股份 就是你出过钱的人呢 是比出过力的人呢 你一开始出过钱 你拥有一间公司的股份呢 你就很大权的了 公司的管治权 由出过钱的人 投票去选举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拥有公司的管治权 另外呢 董事会 或者股东大会 可以决定 公司的盈利是怎么样分配 派多少股息 管理权和分配权 都是出钱的股东手里面 这种呢 就是 叫做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呢 其实 在民企里面 就是出资本人的主义 在国企里面 都是出资本的人主义 不过资本是国家出了 是国家拥有 那间企业叫国企 所以呢 中国都是 用着 资本主义的 但是这些资本主义 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西方是个人自由主义 私有产权的保障呢 就强过中国内地的 中国内地呢 中国内地呢 资本家或者 做生意的人 找到空间 在改革开放前呢 是基于邓小平有一句说话 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当时中国 没有资本积累 没有资本积累呢 就很难进行工业大生产的 你农民耕田就不用什么资本的 你农民耕松快地没有 农民耕头 你找枝树枝 都可以农民耕松快地 放种枝下去 太阳会无私地帮你晒 令到一些热素可以制造一些养料出来 上天会下雨 所以不用资本积累的 你做工业 又要买机器 又要买余料 又要请工人 怎么可以没有资本呢 那所以你要有资本积累呢 就要有人先富起来 有人可以拥有多些资本 才可以中国企业 才可以和外边的国际企业进行竞争的 那所以当时呢 现在就怎么令到中国有资本积累呢 哇 就被他用尽不法手段 占领各有资产 都一眼开一眼闭了 如果不是中国企业 有一段时间都没存到资本 那当时是少数人先富起来 那中国现在说得很清楚了 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功能完成任务 现在呢 他就要强调社会主义另一项功能呢 就是共同富裕了 让其他人一起富裕 哇 马云这么多钱 马花藤这么多钱 哇 你们不要共同富裕了 那都吓到那些有钱人 有钱人觉得 哇 你就是给我们做生意 做了我 是属于我资本拥有的 那现在要拿出来共同富裕 或者共和产 那这件事呢 就是应该都很有震恨力的 但是 中国政府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其实 这件事呢 也都是西方社会 就是现在发展到现在 没得发展下去 就是贫富懸殊的原因 就是分配不公平的 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 讲了很多东西的 我一直都是主张要首次分配 要公平一些 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 什么叫首次分配 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我们在生产 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财富呢 第一次分配就是透过派工资 派股息的分配 这个在企业层面进行的 我刚才说过企业层面 因为华市是出钱 是那个股东华市 所以他派股息多过给工资的 工资就是照市场平均价 股息就是派给拥有股份的人 就和公司的纯利挂勾 工资就没得挂勾的 工资就是人力市场的机制而已 由于这里派得不够公平 就大量的利益下来 少数人手里面 那些有钱人就洗来洗去 都是银子免购那几张 下面那些又没有机会洗 所以社会不够需求经济就没得发展 那就要政府出手了 政府出手就是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什么呢 就是抽税 抽了税之后 政府就做福利 政府就是坐强扶约 救济约细社群 那希望就平衡一点 但是税前一个时期就说不要抽那么多 抽得多就是那些资本家不来投资的了 所以就为了竞争去选税 香港就要选税 抽税小维盈去吸引投资者 那结果呢 中国政府现在发现那些老板 就是股价上升的 没有什么做贡献 只是金融市场吹捧一下 都钱多到不知 造成不公平 还有经济无法持续发展 所以中国政府最近 要有三次分配 但是这个三次分配 有二次分配的影子就是政府出面 就叫你做一下慈善事业 我其实就赞成慈善最好是出自愿的 就不要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号召 个个都要捐 我自己就把我的生意的股份都放在慈善基金了 我赚了一些钱都是做慈善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没有权利其他人跟着这个选择 但是现在中国好像政府有意叫些赚了钱的大资本家 就捐一些钱给社会作为共同呼吁 那这个其实就不算三次分配 多多少少有政府的施压在这里 那我自己认为首次分配最重要的 首次分配如果能够将公司的盈利 给员工有得分享 这样就是真真正正的社会主义 那么强行叫人捐钱就反而不算太恰当的 当然中国政府明白 说他的社会主义不是只是强行叫人捐钱 而主要是政府在思考社会政策 经济政策的时候 要赚在人民的利益的立场上 就不是赚在资本家的利益立场上 这件事已经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就是政府觉得人民就不需要打游戏机那么多 尤其那些年轻人 那你手游那些就被到限制了 起码要你自己定一些例 不要让那些小孩一天用多少时间去打游戏 因为政府觉得你保责增加家长负担 造成有些穷家子女没有机会 进到好的学校 造成社会不公平 那叫你不要搞那么多保责社 教育工作应该是社会企业 不是牟利企业 我怕政府迟些说你喝白酒茅台 哇 酒能连盛 让每年不让生产那么多 吃烟就更加了 吃烟也在限制中 那会不会禁酒呢 连美国也禁酒 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禁酒呢 可能政府参与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 另外也觉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就靠金融 中国就应该靠实体经济 可能对金融业造成一定的制约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市场经济里面 是不是政府各样拆手好呢 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什么都管的时候 是不是好时候呢 现在连地产经纪都说中间剥削 最好不要让它在中间占一份 但是很多行业服务业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政府如果重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未经市场实现 一次过重新引进来中国经济 因为我怕之前改革开放的积累 会不注意不注意就消耗了 所以我就认为这些大的方向上的改变 是需要审慎 不是某某领导人一句话 就全角 就举角一起去做 要试一下 实践 去 因为它几年过去走不走得通 就不要一刀切 全面不光 是啊 是啊 其实有另一种猜测或者是说法的 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很紧张 其实中央呢 可能做好一些很坏的打算 就是如果是锁国 就是它被迫 就是西方是封锁你的话 最坏的打算 中央是需要弹药的 这些弹药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腾讯 你共同富裕 你给一点点钱来 就是它现在存在弹药 包括你的医疗改革 就是说你统一格格采购 那是为什么呢 降低社保 因为社保它大 中国是中央政府付出很多 你肯定降低那些药物 降低那些仪器 那就负少一点 那就存一堆弹药 为了将来很坏的打算 你有什么想法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这个是中美国力下的产品 就是两个角力就要 你除了经济力量 军事力量的角力之外 还有意识形态的角力 所以你一定强调自己 那种独特的体制 独习的理念 就不是要跟西方划清界线 这个是理念上的 划清界线和角力 另一个呢 其实我说是避战的需要 美国说得很清楚 现在打烂战了 那别人要打你 你又要作准备 作准备其中一个就是最坏的准备 譬如 美国一定会设法在金融方面来打击中国的 那如果中国很多泡沫的房地产有泡沫 股票会也有泡沫 他不用打击你 他只要威胁你 你都脚软了 你都怕一爆煲就死 天一发动全身 所以就中国要自己先刺穿了些泡沫 不要让他升这么高 跌了下地你就不能跌了 你跌到躺下在地 还怎么跌 挖个洞来跌 所以他现在是要先做好准备 你譬如刚刚美国宣布了要不让中国用VIE这种模式在美国上市 这个模式是美国佬自己弄出来的 走了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说不妥 现在就说不妥 那如果不是中国一早自己按下了自己 你这个消息一出就会令到中国股市崩堤的 那但是你看说出来有没有了解 都跌完了 你说也没用 那中国要做到美国打我一拳 我都好像没什么受影响那样 你打吧 我自己都打了两下都没死 这样的逻辑 OK 你威胁我不用威胁我了 我受得起的 我自己都已经受了两拳了 但问题是你等美国来打压的话 那大家起码那些伤人不会骂中央政府 你这么多政策 现在是美国你弄我 那现在 什么伤人 我接触内地我们公司里面 我内地整四万多员工 共产党在十四亿人里面都有九千多万 都差不多十五分之一 十五个就是一个共产党 我在内地 我的员工都不少共产党 我都问过一下他 他们说 现在中国共产党最多人支持是什么人呢 是农民 是基层 是工人 哪些人正在骂共产党呢 一个就是伤人 尤其是 金融业里面的伤人 另外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其实你说有商人对共产党不满 这个是阶级立场问题 就是在共产党看来 他说他现在就是 人民的利益放在资本家利益之上 所以你预计他不会怎么照顾你的了 中国不介意 明白 行社会主义制度 你善于做生意 就让你出来做生意 做那些生意 你可以发达的 你都可以 你一个人有十亿八亿 都一生洗不完 子女都洗不完 他说你用什么要几千亿这么多 那他就叫你共同富裕 你准备共同富裕 但是你是不是会决定走了去呢 中国现在经济好的时候 年轻人个个都在说 你以为机会来了要博杀 你不做就让年轻人做 他现在他不是很恨你一定做下去的 我问你 你不要做那么多了 你是生意人 你怕不怕共同富裕 你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一早就赞成这一套 我赞成首次分配就要公平的 不是轮到第三次分配 我比中国政府更加做 中了 他就等别人捐钱 我们起码法例没有规定别人要捐钱 我说要在首次分配里面 拿一部分的盈利 让员工有得分享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 我和朋友做的新的产业 创新的创业产业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分配的 所以我当然不怕了 好 多谢孙老板 帮你再次发出了 我再次坐下 再来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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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